有一本小說叫《解憂雜貨店》 它是描述只要你在搬完的時候 把這煩惱的信丟入雜貨店內 第二天你就有答案了 我常常自嘲 我身為一個小學老師 那又是搬倒 那真的是校園版的解憂雜貨店 其實這些小朋友他們年紀雖小 心思很細膩也很單純 你只要跟他相處久了 他把你當作朋友相處 那我常常利用這個下課十分鐘 改作業或是寫聯絡簿之外 時常身邊都圍繞著一群小朋友 他都有數不完的問題要問你 希望你能幫他解答 其實都不是一些課業上的問題 反而是誰又偷偷地喜歡誰 誰又跟我不好又吵架 其實這都是一些人紀上相處的問題 在有些大人眼裡 這些只是一些小矛盾小摩擦而已 但對他們來講現在是很煩惱的 或是小小腦袋瓜想不通的難題 身為老師都希望自己呢 為孩子們多做一點事 而不是光光之家他們課本上的知識 所以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他們能夠利用這短暫下課的時間 來和我訴說他們的心情 就算可能會因為這樣我會更忙碌 或者我急急忙忙要趕到下一個地點去上課 也很想傾聽他們彼此之間的小吵 小鬧小心聲小故事 在他們成長與學習的過程中 因為我的引導讓他們更懂得 如何與自己或他人的相處 對我來說這是最值得也最重要的事